第4的话,设定投影片3到5 3的话,当滑鼠滑过土挡后播放终身 并可以回到投影片2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其实我们可以用那个 我记得好像用右键超连接 你可以再去调整它的位置 应该是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呢 动作 插入动作 动作呢,你就跳到第几张投影片 是跳到第几张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选到的是第二张投影片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选择投影片里面的 这边有个叫投影片 投影片 让我们去选投影片2 按确定 第一个就是要跳到投影片2 并且播放什么呢 播放声音要什么呢 钟声 钟声 这边有 有没有钟声 这边的话是当滑鼠移过的时候 所以这边的话 我先再次插入动作 那这边的话呢 当滑鼠移过 也是一样 选择那个投影片2的地方 按确定 那播放声音的话呢 选择钟声 钟声在这 倒数第二个按确定 那其他每一个都这样做 最后存档之后呢 就可以完成这一题 好 那 评分 来看一下 好 OK 那这一题比较简单一点 只要你那个连结 还有那个效果做出来就可以